当时喜欢她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感觉她挺幽默的 当时做事情也感觉她挺认真的呀对我 其实她一直对你都挺认真的 她对待学习不见得认真 但是我听到现在我知道 她对你其实是挺认真的 那为什么现在就觉得 没有像当初的那种感觉了呢 因为就是我感觉 现在有点和她在一起 看不到就是那种未来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未来 我告诉你 因为她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们在一起相互吸引 但是现在因为她跟你不一样 所以想要分开 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小张 你做了那个找520个人来说祝福 其实我听起来是很感动的 虽然结果导向是挂科 是你女朋友不能接受的 底下摆心形蜡烛 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结果导向是被处分 是你女朋友不能接受的 前面的浪漫 她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后面的结果更是让她反感 所以你一直在讲说 她只有一个啊 我是在为了她好啊 但是她不喜欢你做的这一切 你知道吗 这就像什么 就像你准备了一个海鲜大餐 然后你要请她吃 你说特别好吃 你赶紧来吃 可是她过敏 你一直在讲说 她就是一副没有激情的状态 我做什么她都不激动 对吧 如果你今天把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摆在她面前 你看她激不激动 你会不会激动 会 喜不喜欢 喜欢 所以你们喜欢的东西 根本就不一样 她是绝霸 她要一条积极向上的阳关大道 在这条大道的两边 有一些支支叉叉的小浪漫 她看都不要看一眼 她不懂你的风情 你也不懂她的人生 你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去找一个 跟你一样喜欢那些浪漫的 小情小爱的那小女生 完成你的青春和爱情 而她也是一样 沿着自己一如既往追求的道路 找自己喜欢的 对的那个人 感受彼此带给对方的回忆 留下一段美丽的青春 就够了 祝你们幸福 挂科是不对的 违反校计更是不对的 谈恋爱不是你挂科和违反校计的理由 浪漫更加不是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你女朋友为这个事 生气 很正常 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 我比你浪漫 写诗 送给那个校园里面 穿着白色连维裙的姑娘 就送诗集给人家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开始自己创业 发现越来越高效 追求那些有用的东西 就跟你现在一样 什么东西有用吗 因为一直在求生存 后来我就在想 就是想要再找回青春那个时候 现在要我写手试 太难了 后来我在想青春那段时间是什么 我觉得青春啊 就是做一些美而无用的事情 他还处于那个阶段 你过了那个阶段 不能说谁对谁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违反校制要挂科错的 但就这些事情而言 只不过是 他还处在他的青春里面 你已经进入你的文案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青春是去做一些美而无用的事情 但不代表 我们可以虚度青春 所以我就是 我们人啊 有两种状态 一种叫满意 一种叫满足 满意是什么呢 满意叫达到标准 你达到我的标准 对你满意了 满足是什么呢 你达到标准之后 我又感到很喜悦 你现在一直想去满足他 但你并不让他满意 先把满意做到 不管你是和他在一起也好 未来谈恋爱也好 我都是给你这个建议 先做到对方心目中的标准 然后再去谈 怎么让他获得更多的喜悦 至于青春 我们可以浪费一点点 但不要去虚度整个青春 就这样 我赞成两位老师说的 你们之间呢 想给的跟想要的东西 是完全错位不对的 但是我必须 并不让她的 belong 在此地方 我先去谈 我先去谈 有充异的 行动 刘捷 他今leri保密 脑子 所以能在游戏 不要再去谈 不解 有充异的 如果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在女学霸心里顶多是一点调料 偶尔会逗逗你欢心 但谁是从价值观上来说 你是看不上的 就是他不认可你 你明白这个事吗 我们说男人需要被认可 女人需要被理解 他不认可你 这件事情很糟糕 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他会有一点小崇拜 如果连崇拜都没有 他还不认可 那你在他这肯定是没有戏的 你在他这的那些所谓的行为 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调皮捣蛋也好 玩事不恭也好 不重视未来 把自己开玩笑也好 对吧 你就觉得这个男人是一个 不着边际的男生 偶尔跟他在一起 听他开开玩笑是可以的 但这种男人 是不配与之共度终生的 但是我觉得女生 你为什么不把他说出来 你要是真为他好 我当时说过了 你就不要怕伤害他 如果你的伤害他 是为了激起他的自尊 他将来能够好好的读书 学习不挂科 你的这种严厉 虽然委屈了自己 误会了自己 好歹你也成就了他 你何必让他一次又一次的 鼓起勇气 鼓起热情 做出那么多 你所认为的无谓的事情 那你不如早点拒绝他呢 所以你今天 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 你要走就走远点 奔你的将来去 但是你记住 一个人爱你没有错 你没有必要 用种种冷漠的方式去羞辱 好吧 你争点气啊 反正不挂科就可以了 这一辈子绝不找一个 看不起自己的女 明白吗 谢谢 谢谢 这个世界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的 我喜欢你对生活的那种态度 有它解读生活的态度 但是有一点 你在大学期间 肯定是以学业为主 舆论那个东西可以放的 但是要保有对生活 那颗热情的心 你就踏踏实实地告诉你 你的真相 你自己说了 刚才听评委就是解读了一下 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的有一点过分 可能也和我自己的原因有关 然后就接受不了你那种事情 我先给你说一声抱歉 我感觉没事的 因为我喜欢的是你 如果说我做的这些事不能让你开心 但是我也没关系 我因为我是喜欢你的 然后如果说你可能真的有自己的选择 那么祝你幸福 你给人了句实话呀 对不起 好 来了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来 我努力了 我就 努力了 就没有 遗憾 没有遗憾了 就没有遗憾 行 好好把挂那三颗给捡回来好吗 谢谢你啊 请回 加油 好了 祝两个年轻人 在未来的道路上 找到真爱 找到属于自己的 上 对我们有专心 现在要得到我们 下 Ky 还有 有这个事